郑文 汉戒八 孝景皇帝下前三年 丁汉 前一百五十四 汉戒八 汉景帝前三年 丁汉 公元前一百五十四年 一 冬 十月 梁王来朝 时尚未知太子 与梁王燕影 从容言曰 千秋万岁后传于王 王慈谢 虽之非至言 然心烈喜 太后亦然 瞻世窦英隐之久境上约 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 父子相传 汉之约也 尚何以得赚梁王 太后由此增英 英女并免 太后除英门戟 不得朝请 梁王依此一交 一 冬季 十月 梁王来长安朝见景帝 当时 景帝没有立太子 与梁王燕影时 景帝很舒缓地说 等我百年之后 把地位传给你 梁王表示千谢 虽然知道这不是认真的话 但心中很高兴 窦太后也是如此 瞻世窦英捧着一杯酒献给景帝说 这个天下 是高祖的天下 地位由父亲传给儿子 这是汉朝的规定 皇上怎么能够传给梁王 窦太后因此增悟窦英 窦英便借口有病而辞职 窦太后再准许出入皇宫殿门的名册 尚除去了窦英的姓名 不许她参加春秋两季的盛大朝会 梁王因此更加骄横 二 春 正月 以赐 摄 二 春季 正月 以赐 二十二日 景帝下达摄令 三 长星出西方 三 彗星出现在西方天空 四 洛阳东宫灾 四 洛阳的东宫发生火灾 五 初 孝文时 吴太子入见 得是皇太子隐 伯 吴太子伯征道 布宫 皇太子隐伯局提吴太子 沙 知 前其丧归藏 至吴 吴王预约 天下同宗 死长安及藏长安 何必来赞为 父前丧之长安藏 吴王由此稍失翻尘之礼 称其不朝 经时指其以子顾 细致 厌问无时者 吴王控 时有反谋 后始人为秋庆 文帝复问之 使者对曰 王时不病 汉系至使者数倍 吴王控 以故随称病 夫查见冤终于不祥 为上妾前后 与之更是 于是文帝乃设吴使者 归之 而次吴王几丈 老 不朝 吴得是其罪 谋意解 然其 居国 义同 严固 百姓吴父 足见更 哲与评价 随时存问茂财 上次履历 他郡国立欲来不亡人者 公共进府语 如此者四十余年 五 当初 孝文帝在位时 吴国太子进京朝建文帝 得以陪伴皇太子饮酒 薄熙 吴太子在薄熙过程中与太子争亲戮 态度不公 皇太子就拿起齐盘蒙姬吴太子 把他打死了 朝廷送他的灵鹫回去安葬 灵鹫到达吴国 吴王恼怒地说 天下都是刘十一家的天下 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 何必送回来安葬呢 吴王又把太子的灵鹫送回长安安葬 吴王从此渐渐失去方臣的礼节 声称身体有病 不来朝建皇帝 京城知道吴王是为了儿子的缘故 就拘留和审问吴国的使者 吴王恐惧 开始产生了谋反的念头 后来 吴王派人代替他去长安杭秋季朝建之礼 文帝在一次追问吴王 不来朝建的原因 使臣回答说 吴王其实没有生病 朝廷去留了几批吴国使者 又治他们的罪 吴王恐惧 所以才声称有病 有这么一句话 查建身坛中的鱼 不吉利 希望皇上不再追究他以前的过失 让他改过自信 这样 文帝就是放了吴国使者 让他们回去 并且赏赐给吴王挤案和拐杖 表示照顾他年事已高 不必前来朝建 吴王建朝廷不再追究他的罪名 谋反之心也就渐渐消除了 但是 因为他国内有野童 志愿的裁员 便不向百姓征收赋税 百姓应该为官府服役时 总是由吴王发给戴义军 另外故人应益 每到年结时 慰问有玄才的世人 赏赐平民 百姓 其他郡国的官吏 要来吴国捕捉流亡的人 吴国公然阻止 不把罪犯交出去 这样 前后持续了四十多年 朝所树上树言无过 可靴 文帝宽 不认罚 以此无日一横 吉利吉位 错说上曰 西高地出令天下 昆帝少 朱子若 大丰同姓 齐七十余成 处四十余成 五五十余成 丰三数孽 分天下半 金吾王前有太子之 诈称并不朝 于古宝当主 文帝夫人 因此记账 得志后 当改过自信 返利交易 及山筑钱 主海水未言 又天下亡人谋作乱 金削之亦反 不削亦反 削之 其反极 或小 不削 反持 或大 上令公卿 列后 宗室 杂役 莫感难 独斗应争之 由此与错有 吉楚王勿来朝 错阴言 勿往年背包太后福 四肩辐射 请诸之 赵社 薛东海郡 节前年 赵王有罪 薛其常山郡 脚西王以卖爵士有奸 薛其六县 朝措多次上书 奏说吴王的罪果 认为可以削减其封地 汉文帝宽厚 不忍心惩罚 所以吴王日益骄横 等到汉景帝即位 朝措劝说景帝 当初 高帝刚刚平定天下 兄弟少 儿子们年幼 大风同姓诸侯王 封给齐国七十多座城 封给楚国四十多座城 封给吴国五十多座城 封给这三个 并非敌亲的诸侯王的领地 就去了全国的一旦 现在 吴王以前应有吴太子之死的详细 假称有病不来朝见 按照古法应当处死 文帝不忍心 婴儿赐给他起案首帐 对他是恩德极为深厚 他本应该改过自信 但他反而更加骄横吴法 利 用矿山采通筑前 熬海水制言 招幽天下流亡人口 图谋叛乱 如今 虚减他的封地他会叛乱 不虚减他的封地 他也会叛乱 如果虚减他的封地 他反得快 祸害会小一些 如果不虚减他的封地 他反得慢 将来有队而发 祸害更大 景帝下令公兴 列后 宗氏 共同讨论朝措的建议 没有人敢与朝措辩补 只有斗英义人坚决反对 从此与朝措之间产生了矛盾 等到楚王刘武来经朝建 朝措借机说 刘武去年为包太后扶桑 期间 在扶桑的居室里撕下奸淫 请求处死他 景帝下找 免去刘武的死罪 但把原楚国封地东海郡收归朝廷 另外 在前一年 赵王有罪 朝廷削夺了他的长山郡 教西王刘英在卖爵士上有不法行为 朝廷削夺了他封地中的六县之地 庭臣方毅削吾 吾王恐虚的吾矣 因发谋举事 念诸侯吾祖语戒者 文教西王永 好兵 诸侯皆未胆之 于是始终大夫应高口说教西王曰 今者 诸上任用邪臣 听信禅贼 清靴诸侯 诸法良重 日以益审 于有之约 康吉米 吾语交息 知名诸侯也 一时见察 不得安思矣 吾王甚有内疾 不能朝请二十余年 常唤见仪 无意自白 邪奸类足 犹据不见事 契闻大王已觉世有过 所闻诸侯虚的 罪不止此 此恐不止虚的而已 王曰 又知 此将奈何 高曰 吾王自以为与大王同优 愿因时寻礼 弃去以除幻于天下 亦遇可呼 教西王虚然害曰 寡人何感如是 主上虽吉 固有此而 安得不 是 高曰 欲使大夫朝措 迎获天子 清得诸侯 诸侯皆又背叛之意 人是己 会兴出 皇宠起 此万事一时 而酬劳 圣人所以其也 吴王内以朝措为诸 外从大王后车 方阳天下 所向者将 所指者下 莫敢不服 大王成姓儿虚之一言 则吴王律处王略寒谷管 守营阳 敖仓之宿 据汉兵 至四舍 虚大王 大王姓儿临之 则天下可并 两主封割 不亦可呼 王曰 善归 报吴王 吴王有恐其不果 乃身自为 诗者 至焦西面曰之 焦西群臣 火闻王无谋 鉴曰 诸侯的不能当汉十二 为叛你犹太后 非济也 金城一帝 上云不易 假令事成 两主纷争 患乃一生 王不听 遂发使约其 川 焦东 济南 皆许诺 朝廷大臣们正在议论削夺吴王的封地 吴王刘碧恐怕削夺没有止境 就打算举兵叛乱 想到其他诸侯王没有足以贡商大事的 听说教西王刘勇武 喜欢兵法 诸侯都畏惧他 于是 吴王派中代府应高去亲口游说交 西王刘说 现在 主上重用奸邪之臣 听信谗言恶语 轻夺削弱诸侯国 对诸侯王的惩罚极为严厉 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 俗语有这样的说法 开头吃糠 后来就会发展到吃米 吴国和交西国 都是著名的诸侯王国 同时朝廷注意 不会有安宁了 吴王身体患有暗急 已有二十多年不能朝见 时常担心受到朝廷怀疑 无法自己表白 缩紧肩膀 脚压着脚的自我约束 仍怕得不到朝廷的宽容 我私下听说大王因出卖爵位的 过失而受朝廷处置 我所听到的其他诸侯 被削夺封地的事情 若按所犯罪名来处理 都不应该受到如此严重的惩罚 恐怕朝廷的用意 不仅仅是要削夺诸侯王的封地吧 交西王刘说 我确实有被削夺的事 你认为该怎么办 颖高说 吴王自认为与大王 面临着共同的忧患 希望顺应时事 遵循情理 牺牲生命去为天下消除祸患 我想你也同意吧 交西王大师已经说 我怎么敢做这样的事 天子代诸侯虽然很严苛 我 只有一死了事 怎能起意反叛呢 颖高说 御使大夫朝措 在天子身边蒙骗蛊惑 倾夺诸侯封地 诸侯王都有背叛之心 从人事来看 形势已发展到极点了 卫星出现 黄灾发声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而且仇恼困苦的局势 正是圣人挺身而出之时 吴王准备对朝廷提出清除 朝措的要求 在战场上则跟随于大王之后 纵横天下 所向无敌 锋芒所指之处 没有人胆敢不服 大王若真能许诺一句话 吴王就率领楚王指导韩谷官 拘手营扬 熬仓的梁库 抵御汉军 整治好驻扎实地 恭候大王到来 有幸得到大王光临 就可以吞并天下 吴王和大王平分江山 不也很好吗 焦西王说 好 应高反规吴国 向吴王汇报 吴王还怕焦西王不施行诺言 就亲自前往 到焦西国与刘当面约定 焦西国群臣中 有人得知焦西王的图谋 建祖说 诸侯王的封闭还不到汉朝廷的十分之二 发动叛乱而使太后担忧 这不是高宁的计策 现在侍奉一个天子 都说 不容易 加设吴与焦西的计划能够成功 两位君主并立相争 祸患就更多了 焦西王不听 于是汉使者与七王 川王 焦东王 济南王约定共同举世 这些诸侯王都答应了 初 楚元王好书 于鲁深宫 沐生 白生巨寿诗诗 于福秋朵 吉王楚 以三人为中代付 沐生不其酒 元王美至酒 常为沐生设理 吉子一王 孙王武即位 常设 后乃忘设焉 沐生退 曰 可以是已 离酒不设 王之一代 不去 楚人将前我 于是 遂称即我 深宫 白生强起之 曰 独不念先王之得语 金王一旦诗小礼 何足至词 穆生曰 亦称 知己其神乎 己者 动之威 己兄之先见者也 君子见己而作 不似终日 先王之所以立 无三人者 为道存也 今而呼之 是望道也 望道之人 呼可于九处 起雷区区之理哉 岁谢并去 深宫 白生毒流 王武超音报 太父为梦 做师奉剑 不听 义去 居于邹 物音作削的事 岁与武通谋 深宫 白 生见物 物须弥之 依之者依 施雅冲于是 修侯父 使人见王 王曰 既父不如语 我起先取 祭父 以 修侯聚 乃于母太夫 日本行诗 当初 楚元王 刘娇 写爱书籍 和 陆地人 深宫 牧生 白生 都拜扶 秋过为师 学习诗经 等到他当了楚王 就任命 他们三人 为中大夫 牧生 不喜欢喝酒 楚元王 每次设宴 研究时 都特意为 牧生 准备 甜酒 等到楚元王的 儿子姨王 以及孙子 刘伍为王时 也总在举行 宴会时 为牧生 特备甜 酒 但以后 就忘记 这样做了 牧生 退席而出 说 应该离去了 不特赦 甜酒 说明楚王 对我也怠慢了 再不离去 楚王将会 给我 带上刑具 在街市上 市众 于是 牧生 声称有病 我闯不起 深宫 白生 极力劝他继续为楚王 效力 说 你就不念 先王的恩德吗 现在楚王 一时稍有礼貌 不周 怎么至于这样 牧生说 一经上说 知道气机的神妙吗 气机 是动机的微妙变化 是显示其凶的相照 君子看到气机 而采取行动 并不整天等待 先王 李带我们三人的原因 是他心中有道义 现在楚王怠慢我们 是忘记了道义 怎么能和忘记了道义的人 长期共处 难道我这样只是因为 那区区的礼节吗 于是 木工声称有病 离开了楚国 深宫和白生 却继续留任楚国 楚王 刘悟逐渐荒淫残暴 太父为梦做了一首诗 用来进行委婉的批评 楚王不假理睬 为梦也离开楚国 去邹的居住 刘悟因犯罪被朝廷削夺封地 就与吾王刘碧通谋 准备叛乱 深宫 白 深去劝谏刘悟 刘悟将他们二人乏为罪徒 让他们被绳拴着 穿着行徒的红褐色球衣 在街市上冲迷 修侯刘悟派派人来劝阻楚王 楚王说 叔父不与我合作 我一旦起势 就先攻打叔父了 修侯刘悟害怕 就与他的母亲太夫人逃奔长安 杰削吾惠基 豫章竞书至 吾王岁先起兵 诸汉历二千十以下 郊西 郊东 川 济南 楚 赵义皆返 楚相杖上 太傅赵义无剑王悟 悟沙上 遗无 赵相见德 被使王汉见王岁 岁烧沙见德 汉 其王后悔 被约成首 见北王成坏未完 其郎中另接首 王不得发兵 郊西王 焦东王为曲律 宇川 济南共共起 为临栽 赵王遂发兵 驻齐西界 御带武 出旧界 北使匈奴与联兵 即至朝廷 薛夺吾国会接郡 豫章郡的文书到达 吾王刘毕就首相起兵 杀死朝廷任命的 二千十以下的官员 郊西王 焦东王 川王 济南王 出王 赵王也都决兵叛乱 楚相帐上 太傅赵一吾建 祖楚王刘悟 刘悟杀死了张 尚和赵一吾 赵向建德 被使王汉建 指赵王刘碎 刘碎将他们两人烧死 其王后悔通谋叛乱 违背与吾楚的盟约 依据城池进行抵御 剑北王的城墙坏了 没有修好 他的郎中 令劫持了他 使他无法举兵参加叛乱 焦西王和焦东王为统帅 联合川王 济南王共同攻打齐国 为攻齐国都城林兹 赵王刘碎 把军队调往赵国西部边境 准备遇武 除等国军队联合进攻 又向北方的匈奴派出使者 联络匈奴一起举兵 吴王西其士族 下令国中约寡人年六十二 生自江 勺子年十四 意为是族心 诸年上与寡人同 下与勺子等 揭发 凡二十余万人 南师敏 冬月 敏 冬月亦发兵从 吴王起兵于广陵 西涉怀 因并处兵 发誓一诸侯书 罪状朝措 遇合兵诛之 吴 储共公粮 破吉壁 杀数万人 成圣儿前 瑞申 梁霄王前将军机智 又拜梁两军 士族接海走 梁王成守孙杨 吴王正发了所有士族 下令全国说 我今年六十二岁了 亲自担任统帅 我的小儿子十四岁 也身陷士族 所有年龄上与我一样 下与我的小儿子一样的人 独争发从军 吴国共争发了二十多万人 吴王向南方派出使者去联络敏 冬月 敏和冬月也发兵响应 吴王在广陵起兵 向西渡过淮河 随即与楚国的军队合并 派使者指出诸侯 指控朝作罪状 准备联合进兵诛杀朝措 吴楚两国军队一起攻打梁国 攻破了击壁 杀死数万人 吴楚联军成胜前进 兵封锐不可当 梁肖王太江 军营机 又有两支军队被吴楚联军打败 梁军士兵都向后逃跑 梁王固守都城虽阳 初文帝结崩 借太子曰 吉友谎吉 中亚夫真格仁将兵 及七国反书文 上乃拜中尉周亚夫为太尉 将三十六将军亡计武 楚 前取周侯立即击赵 将军阮部击齐 赴赵斗英 拜伟大将军 施屯营阳奸齐 赵冰 当初 汉文帝临终前 告诉太子说 假若国家有危难 周亚夫足以胜任军队统帅的重担 等到七国叛乱的文 书到达朝廷 景帝就任命中尉周亚夫为太尉 统帅三十六位将军及其部队 前去营及武 初叛军 派前取周侯立即攻打赵国 派将军顽部攻打齐境叛军 景帝又召回窦英 任命他为大将军 让他率军驻守营阳 监督用兵于齐国和赵国境内的汉军 初 朝措所更令三十章 诸侯欢华 措复闻之 从永传来 为措曰 尚初即位 公为正用事 亲屈诸侯 疏人骨肉 口语多愿 公合为也 措曰 故也 不如此 天子不尊 宗庙不安 赴曰 刘是安矣而朝是威 无去公归矣 岁印要死 曰 吴不忍见或歹身 后十余日 吴 处七国拒反 以诸措为名 当初 朝措所修改的法令有三十章 诸侯王纷纷议论表示反对 朝措的父亲得知消息 从永川赶来京师 对朝措说 皇上刚刚即位 你当权处理正事 轻夺削弱诸侯 梳理人家的骨肉 舆论都怨恨你 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朝措说 本当这样做 如果不这样做 天子不尊贵 宗庙不安宁 他的父亲说 这样做 刘氏的天下安宁了 但朝氏却危险了 我离开你回去了 他父亲就服毒自杀 临死前说 我不忍心见到大祸临到我身上 此后过了十多天 吴 楚等七国就以诸楚晃错为名 一同举兵叛乱 尚与错以除军事 错于令上自将兵而身居首 又言 徐 壮之旁 吴所未下者 可以与吴 错处与吴相缘 昂不善 错所居作 昂折弊 昂所居作 错一弊 两人未尝通堂语 即错为御史 大夫 史立暗暗受吴王财物 敌罪 照射以为数人 吴 楚反 错未成 史曰 冤暗多受吴王金钱 专卫避逆 言不反 经国反 欲警治安 以知其计谋 成 史曰 施谓法 至之有决 金兵兮相 至之何益 且暗不宜有谋 错有与未决 人有告让 暗孔 夜见斗鹰 未言物所依反 愿至前 口对状 鹰入言 尚乃照暗 暗入见 尚方语错调兵时 尚问党 皆无 楚反 于公义何如 对曰 不足优也 尚曰 吴王吉山住前 竹海未言 又天下豪杰 白头举世 此奇迹不百全 其发乎 何以言及无能为也 对曰 吴同言之利则有之 安得豪杰而有之 成令吴德豪杰 亦切斧而为义 不凡理 吴所有皆无赖子弟 亡命 住前奸人 故乡又已乱 错曰 岸策之善 上曰 既安处 岸对曰 愿平左右 上病人 独错在 岸曰 陈所言 仁臣不得知 乃平错 错区比东乡 甚狠 上族问岸 对曰 吴 楚乡遗书 言 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的 金贼称朝错善事诸侯 削处之地 以顾反 玉兮共诸错 赴顾地而罢 方间既独有斩措 发始圣无 楚其果 赴顾顾地 则兵可无许任而去罢 于是赏默然良久 曰 故乘何如 吴不爱义人 以谢天下 岸曰 于既出此 为上熟既之 乃伴为太长 密装置行 后十余日 上令丞相卿 中卫家 亭为欧和奏措 不称主上德信 欲书群臣 百姓 又欲以成义欲无 无臣子里 大米无道 错当要斩 父母 妻子 同产无少掌皆弃士 至曰 可 错书不知 人子 尚是中卫召错 待在杭氏 错以朝依然东氏 上乃使元昂与吴王 弟子宗正德侯同时吴 景帝与朝措商谈 出居评判的事情 朝措想让景帝统兵亲征 而他自己留守长安 朝措又建议 徐县 壮县附近一带 吴国没有攻占的地方 可以送给吴国 争取他们退兵 朝措一直与吴相 元昂不友善 有朝措在某处就做 元昂总是避开 元昂出现在何处 朝措也 总是避开 两人未曾在同一个室内说过话 等到朝措升任御使大夫 派官员审查元昂 接受吴王财务贿赂的事 处以相当的刑罚 确定元昂有罪 警帝下诏赦民元昂 把他降为平民 五 处叛乱发生后 朝措对御使称 使御使说 元昂接受了吴王的许多金钱 专门为吴王掩饰 说他不会叛乱 现在 吴王果然反叛了 我想奏醒严承元昂 他肯定知道吴王的密谋 御使称 使御使说 如果在吴国叛乱前 指元昂的罪 可能会中 指叛乱密谋 现在叛军大举向西进攻 审查元昂 能有什么作用 况且 元昂不会参与密谋 朝措犹豫不决 有人把朝措的打算告知了元昂 元昂很害怕 连夜去见窦英 对他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 希望能面见景帝 今后说明元尾 窦英入宫走报景帝 景帝就召见元昂 元昂入宫境界 景帝正与朝措在调度居良 景帝问元昂 现在无处叛乱 你觉得局势会怎样 元昂回答说 不时的担忧 景帝说 吴王利用矿山就 地住前 熬海水未延 朝右天下豪杰 到年老发白时举兵叛乱 如果他没有祭出万全的把握 难道会歧视吗 为什么说他不能有所作为呢 元昂回答说 吴王确实有彩通铸臂 熬海水未延的财力 但哪有什么豪杰被他招幼去了呢 假若吴王真的招到了豪杰 豪杰也会辅佐他暗人意行事 也就不会叛乱了 吴王所招幼的 都是些无赖子弟 没有户籍的流敏 私住前臂的坏人 所以才能相互勾结而叛乱 朝措说 元昂分析得很 好 景帝问 应采取什么妙计 元昂说 请陛下让左右回避 景帝让人退出 唯独还有朝措在场 元昂说 我要说的话 任何臣子都不应听到 景帝就让朝措回避 朝措迈着小而快的步伐 退避到东边的乡方中 对元昂极为恼恨 景帝突然问元昂 元昂回答说 吴王和楚王互相通信 说过皇帝分封子弟为王 各自有封地 现在贼臣朝措擅自贬折诸侯 削夺他们的封地 因此他们才造反 准备向西进军 共同诛杀 朝措 恢复原有的封地才罢休 现在的对策 只有战朝措 派出使臣宣布赦免武 处七国 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 那么七国的军队可以不经过战争 就都会撤走 于是 景帝沉默了很长时间 说 不这样做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我不会为了爱惜他一个人 而向天下谢罪的 元昂说 我计策就是这样 请皇上认真考虑 景帝就任命元昂为太长 秘密收拾行装 做出使吴王的准备 过了十多天 景帝受以承向陶青 中卫家 廷尉张欧尚书谈和朝措 辜负皇上的恩德和信任 要使皇上与群臣 百姓疏远 又想把成立送给吴国 毫无臣子的礼节 犯下了大逆无道之罪 朝措英判处腰斩 他的父母 妻子 兄弟不论老少全部公开处死 景帝批复说 同意所拟判决 朝措对此却一无所知 仁子 二十九日 景帝派中尉赵朝措 欺骗他说坐着车巡查室中 于是 朝措穿着上朝的官服 在东市被掌守 景帝就派原昂与吴王的侄子 宗正的侯流通为时辰 出使吴国 业者扑舍邓公为宵尉 上书言君是 见上 上问曰 道君所来 闻朝措死 吴 处罢不 邓公曰 吴为反数十岁矣 发怒虚的 以诸错为名 其意不在错也 且臣恐天下之事前口 不敢赴言矣 上曰 何哉 邓公曰 复朝措患诸侯强大不可治 故请虚之以尊敬师 万事之利也 计划始行 足首大陆 力度宗臣之口 外围诸侯报仇 臣妾为陛下不取也 于是丁奎然长息曰 功言善 无意恨之 业者扑舍邓公正担任萧卫 向景帝上书分析战争情况 在觐见皇帝时 景帝问道 以从军中而来 听到朝措被杀 吴国和楚国撤定了没有 邓公说 吴王准备叛乱 已有几十年了 他是因朝廷削夺了他的封地发怒 杀朝措只是他的借口 他的本意不在朝措啊 再说 朝廷杀晃措 我担心天下的社大夫 都不敢再向朝廷进中言了 景帝问 为什么 邓公说 朝措忧虑诸侯王国势力 过于强大 朝廷不能制服 所以 请求薛剑王国封地 从而尊崇朝廷 这本来是造福万事的好事 计划刚刚实行 他本人突然被杀 这样做 对内堵塞了忠臣的口 对外替诸侯王报了仇 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如此 于是 景帝深深地感叹说 您说得对 我也很后悔杀了朝措 原岸 流通至吴 吴 除兵以公粮毕业 宗正以亲故 先入见 欲吴王 令拜受召 吴王问原岸来 知其欲说 孝儿应曰 我以为东帝 上谁拜 不肯见岸 而留 军中 欲结始将 岸不肯 使人为首 且杀使 岸得先 托王归宝 原岸 流通到达吴国 吴军和储军已开始进攻两国的壁垒了 宗正 刘通 是同性亲属 先入内会见吴王 告知吴王 让他跪拜接受皇帝的诏书 吴王听说原岸来了 估计到他要劝说自己撤兵 就笑着回答说 我已经做了东方的皇帝了 还向谁跪拜呢 吴王不肯与原岸见面 把他留在军营中 准备强迫他担任吴军 他的将领 原岸不答应 吴王派人把他 关押起来 准备杀死他 原岸寻机逃脱回来向景帝汇报出事情况 太尉亚夫言约上约 出兵飘青 难与争锋 愿以良为之 决其时道 乃可置业 尚续之 亚夫城六城船 将会兵营扬 发指罢上 赵舍舍舍亚夫曰 吴王诉赴 怀疾此时久矣 此时将军解行 避之间人鱼 省厄侠之间 且兵世上神秘 将军可不从此又去 走蓝田 出武官 抵洛阳 简不过差一二日 直入武库 积民谷 诸侯闻之 以为将军从天而下 也 太为如奇迹 致洛阳 喜约 齐国反 无城船至此 不自一权 今无巨营阳 营阳以东 无足优者 使力搜 绳尖 果德无伏兵 来请赵舍卫护军 太为周亚夫对景帝说 储军票汉敏捷 与他们正面交锋 很难取胜 我建议放弃梁国 先断绝骨 储军队的梁道 这样才可以制服他们 景帝同意了这个部署 周亚夫乘坐着六辆驿站的马车 将去营阳与大军会合 走到坝上 赵舍拦住去路 劝说周亚夫 吴王 一直很富有 早就收买了一批大院 为他献身的刺客 现在得知将军将去前线 必定会在小山 绳池之间的险要地段 安排刺客对付您 况且军事行动最讲究秘密 将军为什么不改变路线 从此处向右走 经过蓝田 出武关 抵达洛阳 这样绕着走 不过拆一两天 却可以直接进入洛阳武库 雷响战鼓 参与叛乱的诸侯王听到了 会认为将军是自天而降呢 泰围按照他的计策形势 到达洛阳 高兴地说 七国共同叛乱 我成作义 车平安到达此处 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现在我已驻守营阳 营阳以东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周亚夫派官吏搜索小山 绳池之间 果然抓住了吴国的伏兵 周亚夫就向警帝奏请 让赵舍担任护军 太为引兵东北走昌义 吴公梁急 梁术时使调侯求救 调侯不屈 又时使速调侯于上 上时告调侯救梁 亚夫不奉找 兼臂不出 而始功高侯等将清齐兵出怀四口 绝无 出兵后 塞区想到 梁始终代付韩安国 急处向张上帝与卫 将军 与立战 安国持重 乃得阔败吴兵 吴兵欲息 梁成手 不敢息 急走调侯军 会下意 欲战 调侯坚必不肯战 无良决足击 数挑战 终不出 调侯军中夜惊 立香攻击 扰乱至仗下 亚夫坚握不起 清之 复顶 无奔立东南邹 亚夫使被西北 以而其精兵过本西北 不得入 吴 楚士族多姬死攀散 乃隐而去 二月 亚夫出精兵追击 大破之 吴王必弃其军 欲壮使数千人阴王走 楚王无自杀 太尉周亚夫领 兵向东北到达昌义 吴军猛烈进攻梁国 梁王多次派使者向条侯周亚夫求救 周亚夫不答应 梁王又派使臣向景帝告状 说周亚夫不肯救援 景帝派使臣命令周亚夫援救梁国 周亚夫不执行皇帝赵令 仍坚守迎雷 不派军队出战 但他却命令攻高侯航推当等人 率领清旗兵 奔喜怀四口 断绝骨 出军队的后路 独色骨 出了梁道 梁国派中大夫韩安国 集处乡章上的弟弟张鱼为将军 张鱼作战勇猛 韩安国指挥持重 才得以挫败吴军 吴军想向西进兵 但因梁军制成死守 便不敢越过梁向西进兵 因此 吴军就前来进攻条侯周亚夫的军队 两军在下一相遇 吴军急于求战 条侯坚守壁垒不肯交战 吴军两道断绝 士族饥饿 多次挑战 周亚夫始终不应战 周亚夫的军营中 夜间突然惊乱 内部互相攻击 甚至闹到了周亚夫的大战附近 周亚夫坚持睡着不起 过了一会儿 就恢复平静了 吴军想看军营 雷的东南角调集军队 周亚夫却命令营中 加强对西北方 一向的防御 不久 吴 楚的精兵果然突袭汉迎西北 因汉军早有防备 不能攻入 吴 楚军队中 有许多士族饿死或者被看离散 吴王就领兵撤退了 2月 周亚夫派出精锐军队追击 倒败吴 楚军队 吴王刘碧丢下他的军队 与几千名精壮士兵连夜逃跑 楚王刘自杀 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路伯为大将军 田路伯曰兵屯聚而息 吴他其道 难以立功 承愿的五万人 别寻将 淮而上 收淮南 长沙 入武关 与 大王会 此意一起也 吴王太子建曰 王也反为名 此兵难以戒人 人意且反王 奈何 且善兵而别 多他地海 徒字孙儿 吴王急不许田路伯 吴王刚开始举兵叛乱时 吴国臣子田路伯担任大将军 田路伯说 大军积极向西进攻 没有可以出骑兵的通道 难以成功 我请求给五万人马 另外沿长江 淮河逆流而上 占领淮南 长沙 攻入武关 与大王主力军队会师 这也是一路骑兵 吴王的太子劝阻说 大王也造反为名义 这样的军队不能让别人带领 假若别人也被叛逆 又该怎么办 况且 让别人全权指挥一支军队 又走另外一条路 容易产生许多其他厉害问题 只是白白的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吴王就没有批准田路伯的请求 吴少将桓将军说 王曰 吴多不兵 不兵力险 汉多车骑 车骑力平地 愿大王所过程不下 之去 即西聚洛阳武库 石敖苍素 祖山河之险 以令诸侯 虽无入关 天下古与定义 大王徐航流 夏成义 汉军车机制 持路梁 处之交 时败矣 吴王奉住老将 老将曰 此年少 追风可耳 安之大律 于是王不用还将军计 吴国的青年将领 还将军劝吴王说 吴国军队步兵多 步兵力于在险阻的地方作战 汉军中以战车 骑兵为主力 战车和骑兵力于在平原地区作战 希望大王不进攻沿途的城池 挥兵直进 迅速向西进兵 占领洛阳武库 利用熬舱的粮食供应军队 凭借山市和黄河天县号令诸侯 这样 即使没有进入汗谷关 天下就已经被您平定了 如果大王进军缓慢 因沿途攻占成义而延误时机 汉军战车 骑兵到来冲入梁国和楚国的交野 您的大事就失败了 吴王征询老将军们的意见 老将们说 这个青年人 让他去冲锋陷阵还可以 怎么懂得全局战略呢 于是 吴王不采用恒将军的计策 王庄并将兵 兵为赌怀 主兵可皆得为将 校尉 后 司马 独周秋不用 周秋者 下批人 王命无 孤酒无行 王 宝之 不认 周秋那上夜 说王曰 臣已无语能 不得待罪行间 臣非敢求有所将也 愿请王遗憾结 必有以报 王难于之 周秋得解 也迟入下批 下批时文无反 皆成首 至传设 赵令入户 是从者也罪斩令 随着昆帝所善好立告曰 无反 兵且至 图下批 不过实请 今仙下 家事必完 能者封侯己 出 乃相告 下批接下 周秋一夜得三万人 是人报吴王 随将其兵被略成义 逼至阳城 兵十余万 破阳城中卫军 闻吴王败走 自渡吴语共长弓 即引兵归下批 魏制 居发被死 吴王独揽全军指挥权 在吴军尚未渡过淮河时 吴王就把投靠他的重兵客 任命为将军 校尉 军后 军司马 唯独周秋没有得到任用 周秋是下批人 刘王到吴国 以卖酒为生 品行不好 吴王刘弼 很鄙视他 所以未遇任用 周秋就自己求见吴王 说我因为没有本事 不能在军队中为您效力 我不敢要求带兵做官 只希望从大王处得到汉朝的一个福 且必定做成一番事业来回报大王 吴王就给了他 周秋得到福节 连夜驱车进入下批县城 这时 下批的官民得知吴王叛乱 都据称防守 周秋到达驿站 传赵县令进入室内 命令他的随从用罪名把县令杀死 于是赵建与他的兄弟们 优善的有权势的官吏说 吴王已经造反 大军马上就到 图面下批成不过用吃顿饭的时间 如果先归降吴王 家世必定保全 有本事的人还能立功封侯 官吏出去后 转 告给其他人 下批的 官民就都归顺了吴王 周秋一夜之间得到了三万人 派人向吴王汇报 就率领他的军队向北方攻取成一 打到成阳时 周秋的军队已有十多万人了 打败了成阳中尉指挥的军队 周秋得知吴王失败逃走 自已估计无法和他共同成就事业了 就领兵返回下批 还没有到达 因悲伤生毒疮而死去 六 任武会 日有失之 六 任武会 三十日 发生日时 七 吴王志气军王也 军遂愧 往往烧将太 为调侯及良军 吴王渡怀 走丹图 保冬月 兵可反于人 收巨王族 汉使人以列弹冬月 冬月即带吴王出劳军 使人杀吴王 成其头 直传一文 吴太子巨王走敏月 吴 除反 反三月 皆破灭 于是周江难以太为谋为事 然两王由此与太为有戏 七 因为吴王刘碧丢掉军队自己逃跑 吴军就崩溃瓦解了 许多部队渐渐向台北调侯周亚夫 和两国的军队投降 吴王刘碧渡过淮河 逃到丹图县 依附冬月 以求自保 约 有军队一万多人 并召集逃散的士兵 汉朝派人用金钱利路收买冬月首领 冬月首领就骗吴王出来为劳军队 派人用某几次杀了吴王 装上他的头颅 派人乘船车急迟到汉朝廷报告 吴国太子留居逃亡到缅月国 吴 处叛乱 共三个月的时间 就全被平定了 这时 所有将领都认为太魏周亚赴的战略部署是正确的 但是 梁王却因此与太魏有了矛盾 三王之为令也 齐王指陆中大夫告于天子 天子复令陆中大夫还报告 齐王坚守 汉兵坚破无处矣 陆中大夫指 三国兵为林树重 吴从入 三国将与陆中大夫盟约 若反言 汉已破矣 齐去下三国 不 且戒土 陆中大夫继续 指承下 望见齐王曰 汉已发兵百万 使太魏亚赴基破无 楚无 方眼兵就齐 齐必坚守无下 三国将诸陆中大夫 齐出为己 因与三国同谋 约未定 为陆中大夫从汉来 齐大臣乃父劝王无下三国 为汉将鸾部 平阳侯等兵至齐 击破三国兵 解为以后 文齐出于三国有谋 将御一兵伐齐 齐秀王拒 也要自杀 当交习王等三个诸后王的叛军 围困林的时候 齐王派一位姓陆的钟大夫 向景帝报告 景帝又命令这位 姓陆的钟大夫返回齐国复命 告诉齐王江守林 说 朝廷军队已经打败无处叛军了 陆中大夫赶回时 三国的军队已把林城重重包围 无法入城 三国的将领迫使陆中大夫与他们结盟 说 你反过来说 汉朝廷的军队已被打败了 齐国赶快向三个王国的军 对头想吧 不然 林就要被屠灭了 陆中大夫应允了 到了城下 远远见到齐王 他就说 汉已经派出了百万大军 让太尉周亚夫指挥 打败了无处军队 正领兵前来救齐 齐一定要坚守不降 三个王国的将领杀死了陆中大夫 基督城当初被围紧急时 齐王曾暗中与三个王国联络 准备参与叛乱 盟约未定 恰好陆中大夫从汉朝廷而来 齐王的大臣们 又劝他不能向三国叛军投降 恰封汉江连部 平阳侯曹乡等率军到达齐 国 打败了三国的军队 解除了林之尾以后 汉军将领听说齐王当初与三国密谋勾结 就准备调集军队攻打齐国 齐孝王害怕 服毒自杀 郊西 郊东 川王各引兵归国 郊西王凸显 洗稿 饮水泄太后 王太子得曰 汉冰海 陈官之 义霸 可其 愿收王于兵姬之 不胜而逃入海 未完也 王曰 吴氏族皆已坏 不可用 龚高侯 吴氏旅当移交 西王书约 奉赵族不义 将者设除其罪 复古 不将者灭之 王何处 须以从事 王肉坦后头 亦害军毕业约 臣奉法不紧 惊害百姓 乃苦将军远道 置于穷国 赶请租海之罪 龚高侯之金 古剑之约 王苦军事 愿文王发兵状 王顿首西航 对曰 君者朝作天子用士臣 变更高皇帝法令 亲夺诸侯的 等以为不义 恐其败乱天下 七国发兵写诸错 金文错以诸 等仅以罢兵归 将军曰 王侯也错为不善 何不以文 即为有诏 苦福 善发兵姬异国 以此观止 亦非图欲诸错也 乃除诏书 为王独之 曰 王其自图 王曰 如等此有余罪 遂自杀 太后 太子皆死 焦东王 川王 济南王皆扶诛 脚西王 焦东王 川王分别领军队返回封地 脚西王赤着脚 坐卧在河赶边的席上饮水 向太后请罪 脚西王的太子刘德说 汉军已开始撤兵 据我观察 他们已很疲乏 可以突袭 希望召集大王的残余军队去袭击他们 如果突袭不能获胜 再逃入海岛隐蔽 也还不晚 焦西王说 我 那部队都已残破 无法作战了 龚高侯 韩特为当给焦西王送来一封信 信中说 我凤凰帝照令诛杀不义的人 投降的 赦免他的罪名 恢复原有的官决 不投降的 一定要消灭他 你准备选择哪一条道路 等待你做出选择 我好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焦西王光着上身 磕着头来到汉军营里前请业 他说 我留尊法不谨慎 军害了百姓 竟是将军辛苦的远道 来到我们这个穷国 我请求除以剁成肉酱的惩罚 龚高侯手持指挥 作战用的金骨来见他 说 你被发兵的举动害苦了 我希望听你解释发兵的原因 焦西王一边磕头一边跪着向前走 回答说 当时 朝错是受天子信任的执政大臣 变更高皇帝的法令 侵夺诸侯王国的封地 我们认为他的做法不符合道义 恐怕他败坏 扰乱天下 所以我们七国才发兵 准备杀朝错 现在听说朝错已被皇帝处死 我们就很谨慎地撤兵回国了 韩将军说 你如果认为晃错不好 为什么不向皇上奏报 并在 没有接到皇上赵令和调兵 苦服的情况下 擅自调发军队去进攻中于朝廷的封国 由此看来 你们发兵的用意 不只是想杀晃错 韩将军就拿出诏书 想教西王宣赌 然后说 你自己考虑应该怎样处置吧 教西王说 像我留这样的人 死有余辜 于是自杀了 教西王国的太后 太子都死了 焦东王 川王 济南王都被处死 丽将军兵至赵 赵王免兵还韩单成首 立即攻之 七月不能下 凶取文武 出败 亦不肯 入边 满不怕其海 禀兵银水灌照成 陈坏 王遂自杀 立将军的军队到达赵国 赵王领兵从边界返回都城邯郸 聚成自首 立即发动进攻 连续用兵七个月 没有攻破邯郸城 匈奴得知吴军和储军失败 也不肯进入边境援救赵王 乱不平定齐国率军返回 与立将军的军队会合 引河水延换邯郸 城墙毁坏 赵王流碎自杀 帝以齐守善 以破解有谋 非齐罪业 照列齐孝王太子守 设为义王 景帝因为 齐国首先抵御叛军 后来因破于刑事与叛军有串联 不是齐王的罪火 就照来齐孝王的太子刘寿 立为齐王 他就是齐义王 建北王抵御自杀 姓权其妻子 亲人公司未接北王约 臣请誓为大王名说梁王 通义天字 说而不用 死未完也 公孙遂见梁王曰 夫济北之地 未皆强其 南前吾 月 悲邪燕 赵 此四分五列之国 全不足以自首 晋不足以汉寇 又非有奇怪云以大南也 虽赘言于吾 非屈正记也 相使 晋北见清时 是不从之端 则无必先立其 必记北 昭燕 昭而总之 如此 则山东之 从己而无戏意 今无亡连诸侯之兵 去白图之众 惜与天子争衡 晋北独底结不下 始无失与而无助 魁不独尽 瓦解土崩 破败而不救者 未必非记北之利也 夫以区区之记北 而与诸侯争强 是以高度之弱而看虎狼之敌也 守之不饶 可谓诚意 公义如此 上见一余上 斜肩低手 类足腐筋 是有自毁不前之心 非设计之利也 陈孔帆陈首 职者一知 传气料之 能力西山 竟长乐 地位秧 让昧而正业者 独大王尔 上有全王之功 下有安百姓之名 得轮于骨髓 恩家于无穷 愿大王留意降为之 孝王大说 使人迟以闻 建北王得不作 屠风于川 建北王也准备自杀 以求侥幸保全他的妻子儿女 齐国人公孙对季北王说 我请求侍卫大王去劝说良王 通过他向皇上解释 如果我的劝说不被采纳 大王再死也不晚 公孙就去求建良王 说 建北国 的封地 东边连接强大的齐国 南面连接着乌国和越国 北面受到燕国和赵国的威胁 这是一个四面受敌 随时有可能被人瓜分的国家 建北王的权谋不足以自首封地 实力不足以防御外敌入侵 又没有什么七方妙计可用来抵御灾难 虽然他曾施言答应与吴国联合行动 却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 只不过是为形势所迫 假若当初纪北王表露 初衷于朝廷的真心 显示出不顺宠吴王的痕迹 那么 吴国一定会先放过齐国 攻占纪北国 赵右燕国 赵国而统领他们 这样 小山以东的诸侯联盟就会形成 并可连成王政的一片 现在吴王会和七国的军队 居使没有受过训练的途中 向西进军与天子争夺天下 而只有纪北异国固守陈杰 不归享吴王 使吴国丧失盟友而鼓励吴元 只能艰难地单独进军 结果土崩瓦解 一蹶不振 追寻其原因 未必不是纪北国坚守 不将所做出的贡献 用为不足道的纪北国 与几国叛军相抗衡 这就如同弱小的羊羔 牛肚与凶猛的虎狼搏斗 一样 剑北王可禁止守 不肯屈服 可称得上忠心耿耿了 剑北王有这样的工业道义 竟然还受到朝廷的怀疑 整天缩肩低头 收足不错 使他产生了后悔当初 没有与吴王联合行动的念头 这对国家是不利的 我害怕那些克尽职守的封国诸侯 都由此而产生疑虑 我私下估计 在当今能够经过西方的山险 执弱长阅公和卫阳公 在太后和皇上面前勇于距离里争的 只有大王您一个人 这样 尚有保全面临亡国厄运的 继北国的功德 下有安定百姓的名誉 您的功德基于骨髓 您的安慧是在相传 希望大王认真考虑这件事 梁孝王听了很高兴 派人急速进京向朝廷奏报 因此 建北王德也不作罪 被改封到川国卫王 八 和监王太父为婉姬吾 除有功 败为中位 婉以中郎将士文帝 纯景无他 上位太子时 赵文帝左右隐 而婉称便不行 文帝结崩 属上曰 婉长者 善欲之 故上一宠任焉 八 和监王太父为婉进公吾 楚叛 君有功 经帝任命他为中位 魏婉曾以中郎将的身份 侍奉文帝 除宽厚谨慎之外 没有其他特长 景帝做太子的时候 曾照请文帝的左右师从严九 而魏婉推说身体有病 不去参加宴会 文帝临终前 嘱咐景帝说 魏婉是忠厚长者 你要好好对待他 所以 景帝也宠幸信任他 九 下 六月 以害 赵 立民为巫王帝等所挂物当作吉布逃亡君者 皆设之 九 夏季 六月 以害 二十五日 景帝下 照说 官吏百姓被巫王刘碧等人连累 而应当判罪的 以及从军而逃亡的 都给予赦免 地狱以巫王帝得哀吼广之子虚无 以楚元王子里去楚 窦太后曰 吴王 老人也 一位宗室顺善 金南首帅七国纷乱天下 奈何去其后 不许吴 许立出后 以害 西淮阳王于为鲁王 汝拿王妃为江都王 王谷吴帝 立宗正礼为楚王 立皇子端为交西王 胜为中山王 景帝打算让吴王之地哀吼 刘广的儿子刘德皆许当吴 王 让楚元王的儿子刘立皆许当楚王 窦太后说 吴王是宗室中的老人 理应为宗室 左忠于朝廷的表率 但他却首先发难 率领七国叛乱 扰乱天下 为什么给他叙后 不许再立吴王 允许楚王叙后 以害 25日 景帝改封淮阳王刘于为鲁王 改封汝南王刘飞为江都王 管辖元属吴国的封地 立宗正流离为楚王 立皇子刘端为交西王 刘胜为中山王 四年 雾子 前一百五十三 前四年 雾子 公元前一 五十三年 一 春 复制官 用船出入 一 春季 重新设置关卡 平府船出入 二 夏 四月 以寺 立子荣为皇太子 撤为交东王 二 夏季 四月 祭祀 二十三日 景帝立皇子刘荣为皇太子 刘彻为交东王 三 六月 赦天下 三 六月 大赦天下 四 秋 七月 临江王恶宫 四 秋季 七月 临江王刘恶去世 五 冬 十月 物虚会 日有时之 五 冬季 十月 物虚会 一物 出现日时 六 初 吴 初七国反 吴使者至淮南 淮南王 欲发兵应之 且相曰 王必于应吴 臣愿为江 王难蜀之 相也将兵 因成首 不听王而为汉 汉一直去城侯将兵救淮南 以故得完 六 当初 吴 初七国叛乱 吴王的使者到达淮南活 怀南王 想发兵 想赢吴王 他的丞相说 大王如果一定要想赢吴王 我愿意出 任将领 怀南王就把军队交给他指挥 怀南国的丞相掌握军权之后 就据称防守 不听从怀南王的指挥而效忠汉朝廷 汉朝廷也派取称侯领兵援救淮南活 因此怀南王得以保全 吴使者致卢江 卢江王不应 而往来使月 致恒山 恒山王坚守吴二心 及吴 除以破 恒山王若朝 尚以为真信 劳苦之 曰 南方悲失 喜王王于济北也包之 卢江王也边悦 数十十相交 喜为恒山王 王将被 吴王的使者道 卢江 卢江王不答应与吴王联合 而与南越国多次互通使臣 吴王的使者道恒山 恒山王坚守城池 对朝廷忠心不二 等到吴 楚叛军被打败后 恒山王入京朝见景帝 景帝认为他忠贞 就慰问他说 南方帝是低而潮湿 改封恒山王为济北王 以示褒奖 卢江王因与南越国相邻 多次派使者与南越交结 景帝把他改封为恒山王 在长江以北为王 五年 吉丑 前一百五十二 前五年 吉丑 公元前一百五十二年 一 春 正月 坐杨林役 下 牧民喜杨林 四千二十万 一 春季 正月 兴建杨林役 夏季 景帝下令赵木百姓千居杨林 赐给二十万铜钱 二 前公主驾匈奴善于 二 景帝送公主出驾匈奴善于 三 习广川王彭祖为赵王 三 景帝改封广川王刘彭祖为赵王 四 建北真王伯轰 四 建北王刘伯去世 六年 耕吟前一百五十一 前六年 耕吟公元前一百五十一年 一 冬 十二月 雷 淋雨 一 冬季 十二月 天空打雷 降雨多日 二 初 上位太子 包太后以包侍女为妃 即即位 为皇后 无宠 秋 九月 皇后包侍费 二 当初 景帝做太子的时候 包太后给她选定了一个包氏女子未妃 极致景帝做了皇帝 包氏就成了皇后 却不受景帝的宠幸 秋季 九月 皇后包氏被费 三 楚 文王李空 三 初王刘役去世 四 初 燕王赃徒有孙女约赃儿 嫁为怀礼王重期 生难刑于两女而重死 更加常灵天事 生难 圣 文帝时 赃儿长女为金王孙父 生与俗 赃儿不识之 约 两女皆当贵 赃儿乃夺金是父 金是怒 不肯于诀 那只太子宫 生难扯 扯方在身时 王夫日梦日入其怀 四 当初 燕王藏徒有个孙女 名叫赃儿 嫁给怀礼王重为妻 生下儿子王姓和两个女儿之 后 王重死了 赃儿便改嫁禅人天事 生下儿子田和田圣 汉文帝时 赃儿的大女儿 嫁给金王松为妻 生下女儿京俗 赃儿替子女占补命 运 仆人说 两个女儿都应当是尊贵的命 赃儿就从金王松家中 得回女儿 金王孙愤怒 不肯与妻子分手 苍儿却把大女儿送到太子宫中 生下儿子刘彻 王夫人怀着刘彻的时候 曾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 吉地吉位 长男人为太子 其母丽姬 亲人也 长公主嫖宇 以女嫁太子 丽姬以后宫诸美人 既由长公主见地 故怒而不虚 长公主欲欲王夫人难扯 王夫人许之 由谁长公主日禅丽姬 而欲王夫人之美 第一次贤之 又有囊者所梦日夫 继位有所定 王夫人之力丽姬 因怒未解 因雪人去大行 请丽丽姬为皇后 帝怒曰 是儿所遗言邪 遂暗诸大行 等到景帝即位 大儿子刘荣被立为太子 太子刘荣的生母丽姬 是齐国人 景帝的姐姐长公主留票 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 丽姬因为后宫 忠个位美人 都是由长公主推荐给景帝的 所以对长公主很恼怒 而畏欲同意 长公主又想把女儿 嫁给王夫人所生的皇子刘彻 王夫人同意了 从此之后 长公主每天都在景帝面前 说立即的坏话 而称赞王夫人的美德 景帝自己也觉得王夫人贤惠 又有从前梦日入怀的祥瑞福照 对是否应改立太子和皇后的事 犹豫未定 王夫人知道景帝恨立即 趁着景帝怒火未息 暗中派人去催促大行 让大行请求景帝立即位皇后 景帝大怒 说 这是你应该说的话吗 就把大行问罪处死了 七年 新卯 前一百五十 前七年 新卯 公元前一百五十年 一 东 十一月 即有 废太子 荣为临江王 太子太父 都应力争不能的 乃谢并免 立即会恨而死 一 冬季 十一月 即有 遗物 景帝废掉太子刘荣 该封他为临江王 太子太父斗英 极力劝谏 未能改变景帝的决定 就自称有病 请求免职 立即愤恨而死 二 更一会 日有时之 二 更一会 遗物 出现日时 三 二月 丞相 陶庆免 以四 太魏周亚夫为丞相 罢太魏官 三 二月 丞相 陶庆被罢免 以四 十六日 太魏周亚夫出任丞相 景帝找令罢处太魏这一官职 四 夏 四月 以四 立皇后王室 四 夏季 四月 以四 十七日 景帝立王室为皇后 五 丁四 立交东王撤为皇太子 五 丁 四 二十九日 景帝立交东王刘撤为皇太子 六 十岁 以太魏 刘舍为御舍大夫 举南太守之都为中位 六 这一年 景帝任命太魄刘舍任御舍大夫 任命济南俊太守之都为中位 使 都为中郎将 敢直见 当从入上林 甲鸡如策 也志足来入策 上目都 都不行 上御自持兵就甲鸡 都扶上前约 王一鸡 父一鸡进 天下所少 宁甲鸡等呼 陛下纵自清 奈宗庙 太后和 上乃海 之一曲 太后闻之 赐都金百金 由此重兜 都为人 永汉公脸 不发私书 问一无所授 请孽无所听 既为中位 先严酷 行法不必贵其 列后 宗室建兜 侧目而逝 浩曰苍鹰 从前 智兜担任 钟郎将 敢于直言 觐见 他曾经跟随 景帝 进入上林院 当甲鸡去上厕所时 一头野猪突然闯入厕所 景帝用眼光 示意 只都去救护甲鸡 只都站立不走 景帝打算 自己拿着武器 去救甲鸡 只都会 浮在景帝面前说 失去了一个机械 又会有 另一个机械进攻 天下所缺少的 难道是 甲鸡这一类的人吗 陛下纵然不爱惜自己 又如何对待宗庙和太后 景帝就走了回来 也终于离去了 太后听说了这件事 上次给智兜一百金黄金 从此器重智兜 智兜为人用盟有力 公正连结 不拆遍私人给他的书信 不接触问候馈赠的礼品 不理采托人情 拉关系的要求 极致做了中尉 倡导严厉酷克的作风 执行法律进行赏罚 不必开皇亲国期 列后和宗室皇族建道制度 都侧目而逝 送他一个绰号叫苍鹰 中原年 中原年 人臣 前149 中原年 人臣 公元前149年 1.夏 4月 以赐 赦天下 1.夏季 4月 以赐 23日 景帝万部赵令大赦天下 2.地震 恒山原都雨薄 大折尺八寸 2.发生地震 恒山国的原都雨带降冰雹 最大的冰雹直径达一尺八寸 2.回忆 前148 中二年 鬼 4.公元前148年 1.春 2月 匈奴入宴 1.春季 2月 匈奴入侵燕国封地 2.三月 临江王荣做亲太宗庙园为宫 争议中卫府对部 临江王欲得刀笔 为书卸上 而中卫制都尽力不语 为其侯使人间与临江王 临江王 临江王即为书卸上 因自杀 窦太后闻之 怒 后竟以为法中兜而杀使 2.三月 临江王刘荣因为修建公事 侵占了太宗庙前空地上的围墙 而犯了罪 经地争他去 中卫府接受审问 临江王想要写字用的刀笔 以写信向警地谢罪 而中卫制都禁止官吏提供刀笔 为其侯派人把刀笔送给了临江王 临江王写完了向警地谢罪的信之后 就自杀了 窦太后听说了这件事 很恼怒 后来就加以严重的罪名 把这都杀死了 3.下 3.下 4月 有星北于西北 3.下季 4月 在西北天空出现一颗异星 4.立皇子 月为广川王 即为交东王 4.景地奉立皇子 刘月为广川王 刘继为交东王 5.秋 9月 家旭会 日有时之 5.秋季 9月 家旭会 三十日 出现日时 6.初 梁孝王 亦至亲又公 备刺天子荆齐 从前城万骑 初必入境 王宠信扬圣 恭松鬼 以鬼为中卫 圣 鬼多其邪迹 欲使王求为汉四 立太子之废也 太后亦欲以梁王为四 常阴至九位帝曰 安车大甲 用梁王为祭 帝贵席举申曰 诺 八九 第一访诸大臣 大 陈元岸等曰 不可 先从宣公不立子而立地 一生祸乱 五世不绝 小不忍 害大义 故春秋大居正 游是太后一格 虽不复言 王宥常上书院四荣车实地 静止常阅宫 自使梁国世中著作永的朝太后 元岸等皆建以为不可 六 当初 梁孝王因为与景帝是一谋所生 关系最为亲密 又有平定乌 处叛乱的大功 被赐予天子使用的足齐 有成千上万的车辆麻痹坐随从 出称臂 入称井 都要轻 到戒严 梁孝王宠信杨胜 公松鬼 任命公松鬼为中尉 杨胜和公松鬼有许多鸡鬼 不正的计谋 想怂恿梁孝王争取称为汉景帝的继承 人 当立太子被废的时候 窦台后想让梁王为帝位继承人 曾利用燕影的时候对景帝说 你出入乘坐大驾和安车 要让梁王在你身旁 景帝跪坐在席上 挺直了声回答说 好 喝完了酒 景帝就此征寻大臣们的意见 大臣袁昂等人说 不成 过去宋宣公不传位给儿子 而传位给弟弟 因此 产生了祸乱 祸乱持续了五代人 小处不忍心 会伤害大义 所以春秋赞成大义为主宰 因此 太后的意见被阻止 也就再不提让梁王继承地位了 梁王又曾经上书给景帝 希望赐给我能容得下车辆通过的地方 直达太后居住的长月宫 我自己派梁国的士兵修住一条永道 以便朝见太后 渊昂等大臣都建议不批准梁王的请求 梁王由此远渊昂及一臣 乃与阳盛 公松鬼谋 因使人刺杀元 岸及他一臣始于人 贼 未得也 于是天子一两 竹贼 过梁所为 上浅填书 吕记竹网安梁氏 不公松鬼 阳盛 鬼 成逆王后宫 使者是与备之梁 则二千之吉 梁相宣秋报 及内使寒安国以下举国大所 岳于福德 安国文鬼 成逆王所 乃入贱王而契约 逐辱者臣死 大王无良臣 故纷纷致死 今圣 鬼不得 请辞 赐死 王曰 何致死 安国起数行下 曰 大王自赌于皇帝 属于临江王亲 王曰 福如也 安国曰 临江王是长 太子 一亿言过 费王临江 用功元氏 足自杀 中卫府 何者 致天下中 不用思乱功 今大王列在诸侯 邪臣服说 犯上尽 饶民法 天子也太后顾 不忍致法于大王 太后日夜替气 姓大王自改 大王中不觉悟 有如太后公车机燕驾 大王上谁攀忽 与魏族 王岐树行而下 谢安国曰 吴金处胜 鬼 王乃令胜 鬼 皆自杀 出使 尚有此愿望梁王 梁王因此怨恨袁岸 和参与议论的大臣 就和杨胜 公孙贵商量 暗中派人刺杀了袁岸 及其他参与议论的大臣 十多人 刺客没有抓到 于是景帝估计与梁王有关 追查刺客 果然是梁王派来的 景帝派篇书 吕记主前往梁国 查究此案 逮捕公孙贵和杨胜 公孙贵和杨胜 躲藏在梁王的后宫中 朝廷派出的十多批使臣 先后来到梁国 严厉的责问二前十官员 梁向宣秋报和内使 韩安国及以下官员 进行了全国性大搜捕 经过一个多月 没有抓到公孙贵和杨胜 韩安国得知公孙贵和杨胜 藏匿在梁王宫中 就进入王宫去见梁王 哭着说 君主蒙受耻辱 臣子应该为他而死 大王身边没有梁臣辅佐 所以才闹到这种地步 现在抓不到杨胜 公孙贵 我请求与您决别 赐我自杀 梁王说 为什么至于这样呢 韩安国内如泉涌 说 大王自己估计 您与皇上的关系 比起皇上和临江王来 哪一个更亲 梁王说 我不如临江王 韩安国说 临江王是皇上的亲生长子 又曾是太子 因为一句错话 被废去太子 封为临江 王又因为修宫侵占为强的事 终于在中魏府自杀 为什么这样呢 皇上治理天下 终究不能因为私情而干扰公事 现在大王身为诸侯 受奸臣胡言乱语的引诱 违反皇上的禁令 扰乱尊严的法律 皇上因为太后疼爱您的缘故 才不忍心按国法了成半年 太后日夜哭泣 希望大王能改过自信 大王却始终不觉悟 假若太后即刻去世 大王还依靠谁呢 话还没有说完 梁王泪流满面 向韩安国赔罪说 我现在就交出阳圣和公孙鬼 梁王就命令阳圣 公孙鬼都自杀 交出了他们的尸体 景帝因此怨恨梁王 梁王恐 使邹阳入长安 见皇后凶王姓说约 掌君弟得姓于上 后宫莫及 而常君行迹多不群道理者 金元昂是极穷净 梁王辅诛 太后无所发怒 且耻侧目于贵臣 且为足下幽之 常君约 为止奈何 扬约 掌君称能经为上言之 等于无敬良事 常君必顾自杰于太后 太后厚得常君如于骨髓 而常君之地姓于两宫 金承之故也 其者 顺之地相 日以杀顺为士 即顺利为天字 封之于有悲 夫人认之于兄弟 无藏怒 无所愿 后亲爱而已 事以后事称之 以时说天字 侥幸良事不奏 常君曰 诺 承尖若言之 地怒稍解 梁王恐惧 派邹阳到达长安 去见皇后的哥哥 王姓说 您的妹妹得到皇上的宠幸 在后宫没人能逼得上 但是您的行为 却有许多不遵循道理的地方 现在如果袁岸被杀一事追究到底 梁王被依法处死 太后的怒火无处发泄 就会向贵臣咬牙侧目的痛恨 我私下为您担忧 王姓说 那该怎么办呢 邹阳说 您如果能好好地劝和皇上 是他能 不深就两王的是 您一定会受到太后的信任 太后从骨髓中深深感谢您的大德 而您的妹妹可以受到太后 和皇上的宠幸 这就会使你们家的荣宠像金城一样牢固 当初顺的弟弟像 整日只想杀死顺 等到顺做了天子 却把相封到了有碑 仁义的人对于自己的弟弟 不暗藏怒火 不计过去的怨仇 只是狠 好的对待他罢了 正因为如此 后代人都称赞顺 用这番道理去劝说皇上 梁王的事就可能侥幸不处之了 王夕说 好 他找到一个机会 入宫向景帝说了上面的这番道理 景帝对梁王的恼怒稍稍化解 事实 太后悠梁事不识 日夜祭不止 地义化之 毁田书等按梁事来还 至罢长久 取火稀烧梁之御辞 空手来见地 帝曰 梁有知乎 书对曰 死罪 有知 上曰 其事安在 田书曰 尚无以良事 慰问也 上曰 何也 曰 今梁王不扶主 是汉法不行也 扶法而太后 时不甘位 我不安息 此又在陛下也 上大然之 是书等业太后 且曰 梁王不知也 造为知者 独在姓陈阳盛 供孙贵之术为之二 谨也扶诸死 梁王无恙也 太后闻之 力气坐餐 气平复 这时 太后担心梁王的事情 不计饮食 日夜哭泣不止 景地里很忧虑 正好田书等人 查办完梁王的事 返回长安 到达霸昌旧 田书等用火把 在梁国办案取得的证词 全部烧毁 空着手来见景地 景地问 梁王有罪吗 田书回答说 犯死罪的事是有的 景地问 他的罪证在哪里 田书说 陛下不要过问梁王的罪证了 景地问 为什么 田书说 有了罪证 如今不杀梁王 就废弃了汉豪的法律 如果处死梁王 太后会吃东西没有滋味 睡不好觉 这样就会给陛下带来忧愁 景地非常赞成他所说的道理 让田书等人夜见太后 并且说 梁王不止 请 主持这件事的 只有梁王的宠陈阳胜 拱松鬼之流 这些人都已经按国法处死 梁王没有受到伤害 太后听到这些话 立即写来坐着吃饭 情绪也稳定了 梁王因尚书请朝 即至官 毛岚说王 使成步车 从两旗入 逆于禅宫主圆 汉时使嬴王 往你入关 车骑进居外 不知王储 太后契约 帝国杀无子 帝欧孔 于是梁王府府至于 雀下谢罪 太后 帝大喜 香气 傅如故 西兆王从官入关 然帝以淑王 不 与同车才矣 帝以田淑为贤 卓为路相 梁王成姬上书 请求朝见景帝 已经到达韩国关 毛岚劝说梁王 让他乘坐着普通的步车 只带两名骑士 为随从入关 藏匿在禅公主的园内 朝廷开始 陈明接梁王 梁王已入关 随从的车骑都在关外 不知道梁王的下落 太后哭着说 皇帝果然杀了我儿子 景帝很担忧害怕 这时 梁王来到皇宫门前 扶在刑具上面 表示认罪 请求处置 太后 景帝喜出望外 三人相对哭泣 恢复原来的骨肉 手足之请 把梁王的随从官员都召入关内 但是 景帝欲发书院梁王 不再和他乘坐一辆车出入了 景帝认为田书贤能 就提升他做了鲁国的项目 三年 甲午 前一百四十七 中三年 甲午 公元前一百四十七年 一 冬 十一月 霸诸侯御史大夫官 一 冬季 十一月 朝廷宣布废除诸侯王国的御史大夫官职 二 夏 四月 地震 二 夏季 四月 发生了地震 三 汉 禁箍酒 三 出现汉灾 朝廷禁止卖酒 四 三月 丁寺 历皇子称为清河王 四 三月 丁寺 遗物 景帝封历皇子 流称为清河王 五 秋 九月 黄 五 秋季 九月 发生黄灾 六 有新北与西北 六 西北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七 物虚慧 日有时之 七 物虚慧 三十日 出现日时 八 初 上菲利太子 周亚夫故争之 不得 上游子书时 而梁霄王美朝 常与太后颜条侯之短 窦太后曰 皇后凶王姓可侯也 帝让曰 始 南皮 张武 先帝不口 其臣即位乃侯之 信未得封也 窦太后曰 人生各亿失行二 自斗常君在始 竟不得口 死后 其子彭祖顾得口 无甚恨之 帝去侯信也 帝曰 清得与丞相一之 上与丞相义 亚夫曰 高皇帝曰 非流氏不得王 非有功不得口 今信虽皇后凶 无功 侯之 非曰也 帝默然而止 其后凶奴王徐鲁等六人将 帝遇侯之一劝后 承相亚夫曰 别卑主将帝 下 陛下侯之 则何也则人臣不解者哭 帝曰 承相亦不可用 乃西风徐鲁等位列后 亚夫应谢病 九月 误须 亚夫免 以御是大夫陶洪流舍为丞相 八 当初 景帝废掉立太子 周亚夫坚决反对 没有产生作用 景帝因此疏远了周亚夫 而梁孝王每次来朝见 经常对太后说周亚夫 的短处 窦太后说 皇后的哥哥王姓可以封侯 景帝表示谦让说 当初 您的只字南皮侯和您的弟弟张武侯 先弟都不封他们为侯 等到我即位后才封他们为侯 现在王姓也不得封侯 窦太后说 人生在世 只各自根据当时的情况办事罢了 当年我弟弟窦掌军在世时 竟然不得封侯 死后他的儿子斗鹏祖 反而得也封为南皮侯 我十分遗憾 皇帝赶快封王姓为侯吧 景帝说 请允许我和丞相商议此事 景帝合成 相商议 周亚夫说 高皇帝约定 不是刘氏宗亲不得封王 没有立功的人不得封侯 现在王姓虽然是皇后的哥哥 但没有立功 如果封他为侯 就为为了签约 景帝默然 只好把这件事放下了 后来 匈奴王旭卢等六人归降朝廷 景帝想封他们为侯 也鼓励后来人继续归降 丞相周亚夫说 他们背叛自己的君主投降陛下 陛下封他们为侯 那么还怎样责问 不守节操的臣子呢 景帝说 丞相的议论不可采用 于是 把虚卢等人全封为列后 周亚夫因此就自称有病 请求免职 九月 戊虚 三十日 景帝罢免了周亚夫 任命御史大夫陶侯刘舍为丞相 四年 以位 前一百四十六 中四年 以位 公元前一百四十六年 一 夏 黄 一 夏季 发生黄灾 二 冬 十月 雾五 日有时之 二 冬季 十月 雾五 二十六日 出现日时 五年 秉身 前一百四十五 中五年 秉身 公元前一百四十五年 一 夏 立皇子顺为常山王 一 夏季 景帝封立皇子刘顺为常山王 二 六月 丁一 赦天下 二 六月 丁四 二十九日 大赦天下 三 大水 三 发生水灾 四 秋 八月 即有 魏阳宫冬却灾 四 秋季 八月 即有 二十二日 魏阳宫冬门却发生火灾 五 九月 赵 朱玉宜 若 虽文至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 折验之 五 九月 景帝下赵说 朱相宜难案件 如果根据法律条文可也定为重罪 但却无法使人心服的 立即予以平易 六 地震 六 发生地震 六年 丁有 前一百四十四 和LT 比中六年 丁有 公元前一百四十四年 一 冬 十月 梁王来朝 尚书与刘 尚服许 王归果 亦呼呼不乐 一 冬季 十月 梁王来京朝 剑 给景帝上书想留居长安 景帝不同意 梁王返回封国 心情郁郁不乐 二 十一月 改朱亭尉 将做等官名 二 十一月 景帝下赵 更改亭尉 将做韶府等官名 三 春 二月 以卯 上行姓庸 交舞 三 春季 二月 以卯 初一 景帝心灵雍地 在祭祀天第五帝的处所祭天 四 三月 雨雪 四 三月 降雪 五 夏 四月 梁孝王哄 窦太后闻之 枯积癌 不识 曰 帝国杀无子 帝埃剧 不知所为 与长公主祭之 乃分梁为五国 尽力孝王 乃武人为王 乃为梁王 名为季川王 彭里为季东王 定为山羊王 不识为季燕王 女武人皆是汤墓邑 奏之太后 太后乃说 为帝家一餐 孝王未死时 才以据万计 即死 藏腑于黄金上四十余万金 他勿称是 五 夏季 四月 梁孝王去世 窦太后听到消息 哭得极其悲哀 不计饮时 说皇帝果然 杀了我儿子 景帝悲哀恐惧 不知怎么办才好 与姐姐长公主商议 于是把梁国分为五国 把梁孝王的五个儿子 全都封为诸侯王 刘迈为梁王 刘明为季川王 刘鹏黎为季东王 刘定为山羊王 刘布什为季燕王 梁孝王的五个女儿 也都封给汤木义 景帝把这一决定禀告到太后 太后才高兴起来 为景帝这一做法而吃了一顿饭 梁孝王没死的时候 有数以万万计的财产 他死后 梁国父库中剩余的黄金 还有四十多万斤 其他财物 的价值也与此相当 六 上计减吃法 吃者由不全 乃更减吃三百与二百 吃二百与一百 又定吹令 吹长无耻 其本带一寸 竹也 莫薄半寸 皆平其节 当吃者吃吞 闭罪 乃更人 自使吃者得权 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 民意犯之 六 警力减少了对罪犯的吃打次数之后 受吃刑的人还难保全生命 就再次减少吃刑 该吃打三百下的 减为吃打二百 该吃打二百下的 减为吃打一百 又制定了实施 吃刑的法令 用于打人的吃掌 掌为无耻 用竹字做成 根部手握之处 竹管的直径为一寸 握出为半寸薄的竹片 竹节全要磨平 被判处吃刑的人 吃打他的臀部 一个罪人打完之后 才更换刑刑的人 从此以后 受吃刑的人就得以保全了 但这样一来 死刑很重 而不到死刑的其他惩罚又很轻 百姓就把违法犯罪看得很清淡了 七六月 匈奴若燕门 至武权 入上郡 取院马 立足战死者二千人 隆西里广为上郡 太守 长从百七出 遇匈奴数千骑 建广 以为游骑 接经 上山沉 广之百骑打孔 遇迟海走 广约 无去大军数十里 今如此以百骑走 匈奴追射我利尽 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右 必不敢接我 广令诸其曰 前 未到匈奴正二理所 指 令曰 接下马解肝 其其曰 鲁多且尽 己有吉 奈何 广曰 必如以我为走 令些解肝 以事不走 用先起 于是胡骑 遂不敢接 有百骂将出 护骑兵 李广 山马 与时于骑奔 射杀白骂将而复还 至其其中解安 令氏接纵马卧 适时会目 胡兵中怪之 不敢接 夜拜时 胡兵亦以为汉有 扶军于旁 御叶取之 胡骑引兵而去 平淡 李广乃归其大军 7、6月 匈奴攻入燕门郡 直到武权县 并攻入尚郡 将去了官府 木马场的马匹 汉军将士 二千人战死 隆西人李广 担任尚郡太守 曾率领一百名骑士出行 遇到几千匈奴骑兵 匈奴人 看见李广的小队伍 以为是汉军大部队 太初的右兵 都吃了一惊 战具高商买开阵势 李广所率领的一百名骑兵都很害怕 想持马逃跑回去 李广制止说 我们离开大军数十里远 现在 如果就靠这一百骑兵的队伍逃跑 匈奴人追杀射击 我们马上就完了 现在我们留在这里 匈奴人必定把我们看成 大军的诱敌队伍 一定不敢进攻我们 李广命令骑兵们说 前进 来到距离匈奴阵地 约有二列的地方 停止下来 李广命令说 都下马解下马鞍 他的骑兵说 敌人很多 而且离我们很近 如果出现紧急情况 怎么办 李广说 敌人估计我们会逃跑 我命令都解下马鞍 向他们表示不逃跑 用这个办法来坚定 他们认为我们是 又敌部队的想法 于是匈奴骑兵变 真的不敢进攻 有一位骑白马的匈奴 将领出阵来 监护他的军队 李广上马 和十多个骑兵 奔向前去 射死了匈奴的白马将军 又返回来 到达他的百骑阵营中 解下马鞍 命令战士们放开战马 我的休息 这时正好 是黄昏 匈奴骑兵 一直对李广部队的行为 觉得奇怪 不敢进攻 到了半夜时分 匈奴军队仍然认为附近 有埋伏的汉朝大军 想夜间袭击他们 便都领兵撤走了 到黎明时 李广才回到他的大军营里 八 秋 七月 辛亥慧 日有时之 八 秋季 七月 辛亥慧 二十九日 出现日时 九 自治都知死 长安左右宗室多报犯法 尚乃赵济南都为南阳宁 称为中卫 其治孝治都 其脸福如 然宗室 豪杰皆人忍罪恐 九 自从治都死后 长安及附近的宗室 皇族有许多人凶暴犯法 景帝就征召济南都为南阳人 凝成出任中卫 凝成的治政仿效治都 但清廉不及治都 然而宗室皇族 地方豪强人人都恐惧不安 十 承阳共王写轰 十 承阳王刘喜去世 后元年 午虚 前143 后元年 午虚 公元前143年 一 春 征月 赵曰 御 众是也 人有治愈 官有上下 御医者厌有私 有私所不能绝 以庭位 厌而后不当 厌者不畏时 御令治愈者勿先宽 一 春季 征月 景帝下诏说 审判案件 是国家的重大政务 人有治愈的不同 官有上下的区别 有疑问的案件要上交给有关机构 复审 有关机构仍难以断案的 要上交庭为复审 下集把一案送成上席复审 而发现断案有错误 送成一案的官员不必负担任何责任 主要是想让审案的司法官员 一定重视从宽判案 二 三月 涉天下 二 三月 景帝下诏 大涉天下 三 夏 大古日 明德姑九 三 夏季 景帝下诏 特许百姓相聚饮酒五天 允许百姓卖酒 四 五月 并需地震 上涌地震22日 坏成员 四 五月 并需 初九 发生地震 上涌地震持续了22天 毁坏了城墙 五 秋 七月 丙五 丞相赦免 五 秋季 七月 丙 五 三十日 丞相留舍被免职 六 以四会 日有失之 六 以四会 二十九日 出现日时 七 八月 仁臣 以御舍大夫为婉为丞相 畏畏南阳之不宜为御舍大夫 初 不宜为郎 同舍有告归 勿持其同舍郎金去 以而同舍郎绝王 亦不宜 不宜谢又知 买心肠 后过归者之而归今 王金郎大惨 以此称为长者 烧千至中大夫 人或庭会不宜 以为稻扫 不宜闻 曰 为乃无凶 然中 不自明也 七 八月 仁臣 遗物 经地任命御舍大夫为婉为丞相 任命未为南阳人 直不宜为御舍大夫 当初 直不宜做狼官 同住一处的某人告假回家 错拿了同处六一位狼官的黄金走了 不久 同住一处的狼官发觉自己丢了金子 怀疑是直不宜偷去了 直不宜向他道歉说却有歧视 买来黄金还给了十斤人 后来 告假回家的人回来 交还了错拿的黄金 丢失黄金的那位狼官大为惭愧 因此 直不宜被称为长者 他慢慢地升官直至做了中大夫 有人在朝廷上诋毁直不宜 说他与嫂子私通 直不宜听到了 就说 我并没有哥哥 可是终究不自我变白 八 地区尽忠 赵州亚夫刺食 独自大 无切肉 又不自助 亚夫心不平 故为上席取主 上士儿孝曰 此非不足君所乎 亚夫免官谢上 上曰 起 亚夫应驱出 上目送直曰 此泱泱 非少主臣也 八 景帝在宫中 召见周亚夫 上次食物 只放了一 大块肉 没有切开 又不准备筷子 周亚夫心中不高兴 回过头来吩咐 主管宴席的官员取筷子来 景帝看着周亚夫 笑着问 这莫非不满足您的意思吗 周亚夫摘下帽子 向景帝谢罪 景帝说 起来 周亚夫就快步退了出去 景帝目送着他走出去 说道 这位愤愤不平的人 不能做幼年君主的臣子 居无和 亚夫子为父买公关上方甲五百倍 可以葬者 去永苦之 不予钱 永知其道买献官启 愿而上辩 告此 是莲悟亚夫 书记文 上相吏 吏不择亚夫 亚夫不对 上马之曰 吾不用也 赵义廷位 廷位则问曰 君侯欲返和 亚夫曰 臣所买弃 乃藏弃也 何谓反忽 立曰 君纵不欲返地上 其欲返地下尔 立亲之一吉 初 立补亚夫 亚夫欲自杀 其夫人指之 已故不得死 遂入廷位 因不时五日 欧血而死 不久 周亚夫的儿子给父亲从公关那里买了砖给皇室制造的可用于殉葬的五百件铠甲盾牌 虐 但搬运这些东西的故宫 却不给他们工钱 故宫知道这是盗买皇室专用器物 怀着愿恨上书朝廷 检拦据周亚夫的儿子 是请牵连到周亚夫 警帝见到了检举信 就下令将此案交给司法官员审礼 官员用布书猪 hole审问周亚夫 周亚夫摘不回答 警帝得知 骂他说 俊不必要你的工资 也可以杀你 下诈让周亚夫 去廷尉处接受审判 廷尉审问说 您为什么要造反 周亚夫说 我购买的东西都是殉葬用的 怎能说是要造反 审案的官员说 您即使不在地上造反 也要在地下造反 官吏的审讯逼供越来越残酷 当初官吏逮捕周亚夫的时候 周亚夫就想要自杀 他夫人劝阻了他 因此没有死 被关进了亭内的牢狱 于是 周亚夫绝食五天 吐血而死 九 十岁 既因哀亡不时轰 九 这一年 既因王刘布什去世 二年 既亥 前142 后二年 既亥 公元前142年 一 春 正月 第一日三冻 一 春季 正月 一天中发生三次地震 二 三月 匈奴入雁门 太守风静雨战 死 发车起 才关屯雁门 二 三月 匈奴入侵雁门郡 太守风静雨 匈奴交战 战死 朝廷 朝廷 朝廷蒸发战车和骑兵 步兵驻防燕门郡 三 春 以岁不登 进内郡时马速 没入职 三 春季 因为连年欠收 景帝下诏禁止内地各郡臣民用粮食喂养马匹 有违反此禁令的 由官府没收他的 马匹 四 下 四月 赵曰 雕门客漏 商农士者也 锦绣传祖 害女工者也 农士商则鸡之本 女工害则含之远也 夫妻含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 朕亲耕 后亲坊 以奉宗庙滋圣 祭福 为天下先 不受献 兼太官 生苗府 欲天下无浓残 素有蓄姬 以备灾汗 强无攘弱 重无报寡 老其已寿重 又孤的岁长 金岁或不登 临时阔寡 其就安在 或诈为为例 以或录为事 于夺百姓 亲谋万民 献成 常立也 兼法与道道 甚无畏也 其令二千十 各修其职 不是官职 耗乱者 成相已文 敬其罪 不告天下 是明知正义 四 夏季 四月 景地下诏说 追求器物的金雕戏漏 就会损害农业 追求四支物品的锦绣多彩 就会损害纺织业 农业受到损害 是造成天下饥荒的根本原因 纺织业受到损害 是导致百姓受寒的根本原因 天下百姓 在饥寒交迫时 还能够不违法犯罪的 是很少的 朕亲身从事农钢 皇后亲自重丧 养产 以其收获作为供奉宗庙的粮食和祭福 为天下做表率 不接受进贡 减少泰宫的皇家饮食供应 节省摇乙和赋税 想让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和纺织 平常都有储备 以防备灾害 强的不强多弱的 多的不欺凌少的 老年人可以安享天年 年幼的孤儿可以平安长大成人 而现在 只要有一年收成不好 百姓的食物就很缺乏 造成这种局面的祸根是什么 或许是因为奸诈的人做了官吏 公开行贿受贿 贪求钱财 剥削百姓 亲 夺外民 县城市重要官员 执法犯法 与盗贼共盗 太不像话 命令郡国首 相等二千十官员 各自严格遵守职责 不履行职责 政绩不好的官员 丞相要向朕作报 一定处置的罪名 把诏书向全国公布 是天下令民都知道朕的本意 五 五月 照算资四得官 五 五月 景帝下照规定 家中资财达到四万钱的 就可以做完 六 秋 大汗 六 秋季 发生大汗 三年 耕 子 前一百四十一 后三年 庚子 公元前一百四十一年 一 冬 十月 日月结石 赤古日 一 冬季 十月 发生了日十何月时 日月呈红色 持续了五天 二 十二月 会 雷 日如此 五星逆行守太微 月灌天亭中 二 十二月月底 天空打雷 日光成紫色 五大行星逆行 停留 在太微星座 月亮从天平中不穿过 三 春 正月 照曰 农 天下之本也 黄金 朱 玉 鸡 不可食 寒不可依 以为必用 不食其中食 尖碎或不登 亦为莫者重 农民寡也 其令郡国务劝农赃 亦重数 可得亦食物 立发明 若取雍彩黄金 朱 玉者 作赃未到 二千食 听者 与同罪 三 春季 正月 景帝 下诏说 农业是天下的根本 黄金 珍珠 美玉之类的东西 饥饿时不能当饭吃 还能是不能做一川 把它当作货币使用 不知它何时使用 何时废止 近来有时年成不好 或许是因为从事 工商末业的人多 从事农业的人少 命令郡国官员 一定要提倡发展农赃 多种数 这样就可以得到衣服和食物等用品 官吏如果蒸发百姓 雇他们去开采黄金 珍珠 美玉 就按偷盗的罪名 把所得作为赃物来定罪处置 二千食官员 如果听之认知 也按同样的罪名处置 四 甲银 黄太子官 四 甲银 十七日 黄太子成年 举行官吏 五 甲子 帝崩于魏央公 太子及皇帝位 年十六 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皇后为皇太后 五 甲子 二十七日 景帝在魏央公家崩 太子当上了皇帝 年仅十六岁 尊凤皇太后为太皇太后 尊凤皇后为皇太后 六 二月 回友 葬孝景皇帝于阳陵 六 二月 回友 初六 将孝景皇帝安葬在阳陵 七 三月 封皇太后同母帝田为五安侯 胜为周阳侯 七 三月 封立皇太后的同母帝田为五安侯 田圣为周阳侯 八 班物赞约 孔子称 私民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现在 周 秦之弊 网密文郡 而江贵不胜 汉兴 扫除凡科 于民修系 至于孝文 加之以公俭 孝景尊业 五六十载之间 至于一封一俗 黎明成后 周云成 康 汉严文 景 梅里 八 班物赞约 孔子说 现在的民众 与三代盛名的君主 推行王道达到天下大致所依靠的民众 没有什么不同 确实是这样啊 周末 秦代政治的弊饼 在于法 往凡密 政令严格 但奸邪道扣却防不胜防 汉朝建国以后 废除凡科的法令 让民众休养生息 到萧文帝时 用谨慎 简朴的作风 治理国家 孝景皇帝遵守 大业成规而不改 五六十年之间 就达到一封一俗 百姓淳朴敦厚 说到天下大致的时代 周代有真王和康王时期 汉代有文帝和锦帝时期 真是好啊 九 汉兴 皆秦之弊 作业拒而财愧 则天子不能拒君寺 而将相货成牛车 其民无藏盖 天下以平 高祖乃令甲 人不得一丝 乘车 众族税以困辱之 相会 高厚时 为天下出定 复持山谷之律 然是井之子孙 以不得誓唤为例 谅美禄 度官用 以赴于尹 而山川 远耻 市井租税之入 则天子已至于 封君汤墓义 解个为私奉养言 不领于天子之经费 草转山 东族已给中都官 虽不过数十万十 既也孝文 孝景 清静公俭 安养天下 七十余年之间 国家无事 非遇水汗之灾 因责人给家族 都比领域皆满 而俯库于货财 惊师之前 泪俱万 惯朽而不可笑 太苍之素 沉沉香烟 冲烈鹿鸡鱼外 致腐败不可食 众树皆相有马 而切莫之间成群 成自骗者 病而不得聚会 守旅人者食粮肉 卫立者长子孙 居观者以为姓好 果人人自爱而重犯法 先行义而后屈如烟 当此之时 妄疏而眠腹 亦才交易 或是兼并 豪党之徒 以武断于相取 宗是有土 公 清 大夫以下 争于奢侈 使如 于福建于上 无限度 勿成而衰 故其遍也 自逝之后 孝武内穷致密 外 嚷一敌 天下萧然 财力好矣 9 汉朝建国 承接的是秦末 营造繁多而财力匮乏的疲苦社会 纵使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麻痹拉车 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 平民百姓没有积蓄 天下平定之后 高祖就命令商人不许穿四肢的衣服 不许坐车 并且家中征收他们的租税 用这些办法来控制和羞辱商人 向惠帝和高昊在位时 因为天下刚刚平定 又放松了限制商人的律令 但是商人的子孙 仍然不允许坐官为礼 朝廷计算官吏奉务和官府各项费用的总额 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 而自天子到封君的汤穆义 都把山川 远齿 市井商业税收作为各自费用的来源 而不向朝廷领取经费 经由陆路 水路运输到京师 供几个官府使用的来自于 小山以东地区的粮食 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 接着是萧文帝 孝景帝 先后治理国家 清静廉政 谨慎简朴 安养天下百姓 七十多年之间 国家无事 如果不发生汗老灾害 百姓就可以人人自己 家家足用 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 府库中储存了剩余的物资 京城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 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 无法清点树木 京城粮仓中的陈旧 岁米一层带一层 装满泰仓而流出仓外 只好在外面堆积着 以至于腐烂而不能实用 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 都可看见了吗 在田野间的马屁更是长裙结队 亲母马的人要受到排斥 而不能与人聚会 把手里下大门的人 吃的是白米好肉 做官的人长期任职 可在任期内把子孙抚养成人 有的人则把官 名作为自己的姓 所以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律 以形以为先而避免羞辱 在这个时期 法若稀疏 百姓富足 有人依平钱财骄横不法 以至于兼并土地 那些豪强之辈 在乡间作威作福 横行霸道 享有封利的宗室 贵族 公 清 代夫及以下官员 互相比赛谁更奢侈 房屋 车辆 衣服都不顾地位名分的 建越于上 没有限度 事物发展到鼎盛 就会走向衰败 这本是变化的规律 从此之后 肖五弟对内穷奢极耻 对外攻打一敌 各族 天下萧条 财富全都耗费完了